好 東京奧運最精彩的賽況 趕緊把時間 蔣慧榮 好的 趕快帶各位來關注到了 接下來有哪一些看點 哪一些重點呢 首先感謝愛迪達服裝贊助 那麼現在呢 要先來跟大家聊聊了 戴資穎 我們的球後 因為他取得了分組第一資格 所以呢 現在戴資穎他是闖進了 東奧女單八強 他突破自己過去兩屆奧運的16強成績 他這一次對手要對上的是 泰國好友伊瑟農 他們彼此是再熟悉不過了 因為過去交手過29次 今天會是他們生涯第30度對決 所以呢 賞幣是非常精彩的 而且戴資穎曾經怎麼樣來比喻過呢 他說啊 面對伊瑟農 好像跟自己的另外一個自己 像是在照鏡子一樣 所以呢 今天這場比賽的輕彩度 會是兩個小代在對打這樣的概念喔 而伊瑟農呢 其實他比27歲的小代 只少了1歲 兩個人都曾有天才少女的封號 第一次國際交手就已經是11年前 2010年 累積到現在 他們的戰績是 戴資穎15勝14敗 兩個人實力相當 不過小代還是略戰優勢的 因為最近三次交手 戴資穎取得三連勝 不過三戰呢 其實都打滿了山局 勝利是得來不易啊 放眼望去呢 八強選手其實都非常有實力喔 對小代來說呢 都是要盡力闖關的 台泰球後對決 下午4點半 一起來為中華隊 來為戴資穎加油 一殺球直落二痛載法國選手齊雪妃 小代只花25分鐘晉級八強 30號傍晚將對決速敵間好友 泰國選手伊瑟農上演生涯 第30度對決 27歲的戴資穎只比伊瑟農大一歲 小代世界排名第一 伊瑟農第六 兩人都有天才少女的封號 從2010年第一次碰頭後 10年來交手29次 小代取得15勝14敗 每一場都打滿三局 可見戰況膠著 伊瑟農的部分是他後場兩腳的攻擊球很犀利 所以其實小代如果有守住他那些球 然後再加上他自己手法的變化 運用的有出來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有機會可以取下勝利的 而兩人私底下其實是好友 經常在賽後留下合影 童框搞笑做鬼臉也會在IG為對方加油打氣 球鋒相近同樣犀利 兩打球後將在奧運八強戰對決 鹿死水手 粉絲們並襲以待 記者綜合報導 說到羽球一定要提到的就是 男生林洋沛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網路上瘋傳的梗圖 說林洋沛為什麼要這麼強大呢 就是因為他們每次比完賽 兩個人都激動 有的人趴 有的人跪在地上 但是都是一陣一反 所以被說那哇這樣的組合就是行筊啦 難怪披荊斬棘無往不力 當然這只是玩笑話 不過呢等一下傍晚5點15分的賽事 千萬別錯過了 今天要對上的是世界排名第二的印尼組合 阿赫桑還有呢賽地亞萬 而兩組的人馬過去其實是有對戰過十次的經驗 而林洋沛呢其實是有拿下了四勝 不過呢在今年1月泰國公開賽年終總決賽兩度交鋒 都是我們拿下勝利的喔 所以還是相當有希望從半決賽當中脫穎而出 當然昨天力退日本地主隊贏得漂亮的 一起來回顧 台灣羽球黃金男霜李洋王麒麟把強賽碰上強敵地主隊前往 林洋沛展現高昂士氣完美默契強壓拍落日本死亡之組 林洋沛反客為主一路領先最終以21比16 21比19直落而擊敗日本搶下四強門票 興奮跪地握拳吶喊林洋醒飛慶祝姿勢也瞬間爆紅 每次比一賽李洋剛好都跪地後彎王麒麟前彎一陣一反就像醒飛 網路開始流傳這是李洋沛英球原因 王麒麟也跟著轉貼笑成真的太有梗 關關難過關關過但兩人闖奧運一路顛簸分組賽抽到死亡之組 首戰吞敗苦戰擊退世界第一的印尼組合晉級後又碰上世界排名第四的第一組隊 好不容易從地獄爬了出來現在四強戰要面臨大魔王 根本就知道對手不好打然後也沒有特別想說我們會贏 那就抱著沒有壓力的想法去衝擊他們 印尼組合阿山和賽地亞望世界排名高舉第二 就連李洋王麒麟都直呼這對大賽魔王根本是神 要搶金牌得先跨過這一關 過去雙方曾交手過十次 雖然林洋沛只取得四勝但今年一月的泰國兩場公開賽 都是由台灣黃金男霜搶下勝利 三勝後下午決戰時刻從地獄爬起的林洋沛 依舊沒在怕繼續擁闖要用醒飛影響勝利 就做好不懂 接下來大家來看到也是今天要來關注的賽事 昨晚林洋沛對戰大陸球王 反正東真的太刺激了 今天晚上七點的銅牌戰千萬不要錯過了 混雙拿下銅牌的林洋沛呢 今天要來拚男單的個人銅牌 當然我們要關心一下她今天的對戰選手了 德國的奧差洛夫 她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呢 目前世界排名第八雖然看起來呢 比我們的小林世界第六差一點點 但是呢她可是在2012年底到2018年之間 維持世界排名的前十更是歐洲的第一名 而且呢她在28歲的時候 就已經登上了世界的球王 實力是不容小覷的喔 而且在2012年的倫敦奧運 她斷了桌球肇富莊志淵的奪牌夢 更別說她在世界盃跟歐景賽呢 都已經拿過了冠軍 這一戰呢我們必須拿下銅牌 說實在的不見得會比對戰 梵振東來的輕鬆到哪去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呢 林韻如跟奧恰洛夫 他們曾經彼此是 俄羅斯乒乓球聯賽隊的隊友 所以呢曾經交手過六次 那麼林韻如的部分呢 她雖然是拿下四勝兩敗 但最近一次今年三月呢 其實是300的 所以呢今天希望說 還是可以扳回一城的 而林韻如呢她說場下是場下 場上是場上 該打的就要打 所以不論如何 這個平常的交情怎麼樣 注定就是要在球場上面 來個廝殺的 今天晚上七點記得要幫林韻如來加油 那麼其實林韻如呢 今晚對上德國名將奧恰洛夫呢 這一個呢 昨天勝出的大陸選手馬龍 就有說了 奧恰洛夫的下旋發球非常的棘手 不好處理啊 絕對是不容小覷的對手 看來呢 這個跟球王驚險贏過小林 這是一樣的概念喔 因為都是戰到第七局 他們才分出勝負 雖然是馬龍4比3顯勝啊 但是呢她坦承了 奧恰洛夫的下旋發球 讓她呢非常的被動 不好過啊 所以呢 這個台灣的桌球教父 莊志淵在2012年其實呢 就是敗給了奧恰洛夫 今天晚上我們就讓 林韻如來替教父復仇了 另外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19歲的林韻如呢 讓大家一夜之間掀起小林峰 實際上她可是曾在106年的全運會 對上當時36歲的桌球教父 莊志淵 雖然小林呢 那時候是2比4輸給了莊志淵 但是其實已經有一種 事態交替的這種味道在了 四年時間啊 一下就過了 林韻如呢 已經可以跟球王樊鎮東 可以說是有來有往掀起很大的討論喔 因為雖然那時候呢 林韻如年紀更輕嘛 但是呢她的球技已經是相當成熟了 所以呢 即便雖然是敗給桌球教父啊 就是一點也不是輸的難看了 程度已經是很好的 所以很多網友就說嘛 這一次啊先拿個銅牌沒有關係 三年之後 林韻如金牌就會是你的了 好不過現在呢 我們都知道 比賽本來就是有輸有贏 大家呢選手我們都知道 非常有運動家精神 但是呢 球迷們或是所有的民眾呢 應該要多鼓勵 而不是來挑釁 比賽輸的沒關係 可以捲土重來 最怕最怕的 就是輸掉人品 中華隊的桌球好手林韻如 今天晚上要比同牌戰 不過被網友起底說 她曾經聘大陸級的教練 在網路上掀起論戰 對於她自己家裡出錢來資助 讓她可以有更好的球技發揮 這有何不可呢 針對這件事情 體育署發聲明 說林韻如確實曾經到大陸參加訓練 一個多月 確實有一些網友呢 真的是比較理性一些 他說頂級選手移地訓練 這不是很常有的事情嗎 這沒什麼大不了的啊 國民黨的立委也說了 我們應該一起幫他們來加油 有沒有必要逢中必反 酸言酸語反而去影響到選手的心情 我覺得這個林韻如 小林同學昨天打得非常的精彩 尤其是跟世界球王打到第七局 然後到最後才4比3不幸可惜的輸 可是呢 也讓世界球王真的是下出一身冷汗 甚至世界球王都已經講說 哇他沒有想到林韻如真的進步的那麼多 但是很奇怪的是我覺得莫名其妙 網友在這個PTT討論啊 或是說相關的討論板上 怎麼會逢中必反就算了 現在連我們的台灣之光 現在連這個小林同學 我們林韻如都要來起底 並且好像他跟中國沾染到一點點關係 就是罪無可赦萬惡不赦 可是我們真的要問 現在是一個運動的時代 尤其是奧運是不分國界不分國籍 所以所有的運動好手都在這個 最高的運動殿堂上面發光發樂 你沒有看見說像之前的 男子射箭團體賽的時候 到時候射完箭 日本 韓國跟我們中華隊的好手 可以一起自拍 這不就是一種運動超越國界 超越黨派 超越立場的最好證明嗎 選將林韻如今天要拼這個 要同海的戰鬥戰 但是看到有不少的網友 來用意識形態來攻擊他 說他在大陸接受過訓練 實在非常的遺憾 那麼我們在此 也呼籲這個我們政府 應該要出面阻止這樣的情況 畢竟對選手來講我想是多拍最重要 當升起來代表台灣的一個奧運棋 再怎麼樣都是代表台灣 從台灣出去的選手 在意識形態搞太多了 其實人民是會反撲和反噬的 好 這樣我們講到 林韻如今天要跟德國的奧恰洛夫來對決 我們剛剛詳細介紹了奧恰洛夫的一些背景 但是也有一些很有趣的畫面要跟大家來分享 這張照片什麼時候是在八強挑戰賽的時候 奧恰洛夫他對戰的是巴西選手余果 你看看這個開球的招牌姿勢呢 跟林韻如其實是有很大不同 因為林韻如他身高滿高的 當然他也滿高的 但是林韻如他其實發球的時候 他是站的算是相對挺的 直接來發球 當然他有一個規定就是說 你球必須要離桌面多少公分 那其實林韻如的發球當然是很有架勢 但是這個畫面你看一看 奧恰洛夫呢跟雨果其實他們是各有各的招牌姿勢 光是奧恰洛夫的這個呢 被說是什麼 潛水艇式的發球 你看看桌面在哪裡 中間的網子在哪裡 他整個人呢幾乎是要趴在桌面上來發球的 而另外一位巴西選手更妙了 因為這位雨果呢 他就是慣用的深蹲式的來接球 他接球的時候呢 正是整個人在桌面底下 只露兩顆眼睛這樣子在接球的 所以兩個人對戰碰在一起這就有趣了 兩個人幾乎都是在桌面底下來對決 他們能看到球真的好厲害喔 因為呢大家隔著螢幕在觀賽 都覺得說呢兩個人好像在玩躲貓貓一樣 這個球在上面飛來飛去 你們躲在桌子 身體都在幾乎都在桌子底下 怎麼看到球呢 網友就笑稱啊 這兩個人對決啊 簡直是比完賽了 都還不知道對手長什麼樣子呢 真的是非常有趣 而同樣的我們關心回來了 我們的桌球小將林雲汝呢 年僅19歲現在呢被封為天才神童 而且呢他更在東奧現在呢 昨天我們就知道他一度是把大陸的球王 凡政東逼到絕境 而這個榮耀的背後呢我們要知道 真的是台下十年功啊都是苦練來的 林雲汝的舊功呢他一個月花十三萬 自費聘請教練 林雲汝自己每天練球的時間 也很長來到六七個小時 他唯一的休息日只有什麼時候 反而是他的比賽日喔 所以呢這一位一手提拔 林雲汝的神秘教練也曝光了 一起來看 世界排名第一的大陸球王凡政東 林雲汝的表現驚艷全世界 沉默平均的標籤展現魔王氣質 林雲汝十九歲 就成為頂尖的殺手級選手 他其實小學三年級開始練球 五年級時就功自費聘請教練 月花十三萬日日苦練 如今這名神秘教練也曝光 聽得到 聽得到 他不講 他多文也不打說 哪有 和教練兩人鬥鬥嘴 幫林雲汝放鬆肌肉的 這是帶有來頭的教練齊哥 過去曾是大陸桌球隊教練 身長右手橫拍快攻等打法 更訓練出多名陸崗日頂尖好手 2004年被診斷出罹患直腸癌後 來台靜仰也擔任林雲汝專職教練 尊重眼神淚落灰拍 林汝唯一的休息日幾乎只有比賽當天 出色表現背後是苦練 事實上七哥當年看十三歲的林雲汝 認為比同齡看起來小兩歲體能不夠好 但林雲汝卻展現出色手感 對球落點判斷精準 個性冷靜天賦驚人 我還是反應我的球拍就是怪怪的 那教練想說奇怪他這麼小 他怎麼會知道 確實發現到木板有受損的情況 手部能夠靈敏到這種程度 是相當的不容易 就這樣林雲汝日日苦練萬球 14歲成為台灣史上最年輕世作賽國手 17歲更擊敗大陸球王馬龍震撼球台 2019年也被列入國家培訓選手 投入超過800萬 過去的磨練也讓林雲汝拿著球拍 在奧運冒出頭 更成為世界桌台最耀眼的天才選手 記者吳俊爾 李璇台北報導 林雲汝他真的是從小小年紀 就已經斬露頭角了 而且大家看得出來 他是不斷的躍擊打怪 到現在我們看到他這次在四強戰裡面 其他的選手要嘛就是現任球王 要嘛就是前球王 我們來看看林雲汝接下來 下一個球王會不會就是他了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一面 為什麼林雲汝他會穿著刑警背心啊 原來林雲汝其實是刑事局的反讀大使 刑事局這一次就特別PO出了宣傳影片 還加碼邀請網友們來留言加油 趕快還沒有的趕快去找來留言 因為有機會抽到林雲汝的親筆簽名桌球 還有球拍喔 大家好我是刑事局反讀大使林雲汝 每一場比賽輸完其實都會有一點挫折吧 想著怎麼能夠把這些挫折轉化為想 下次比賽動力啊 專心做好現在該做的事就會成功了 吸毒有害健康大家千萬不要吸毒 等一下 燈 選擇 我是 by bwd6